3月23日是世界气象日,又称国际气象日,一年365天,台风,雷电,降雨,这些与我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天气现象,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。 那么,网上流传的那些天气谣言都是真的吗?台风登陆点风雨最强,受影响最为明显。 真相,距离台风眼30公里左右,狂风暴雨最集中。 2019年,超强热带风暴力起码令人闻风丧胆,但让人惊奇的是,当它向太湖东移动时,台风眼内几乎风平浪静,波澜不惊,而外侧100千米左右却狂风暴雨气势害人。 台风眼内气象温和并不是新闻,但是问台风发生时哪里受到的影响最大,眼墙当人不让。 就是距离台风眼30公里左右的地方,是风雨最强的区域,称之为眼墙。 眼墙有强烈的上升气流,经常出现狂风暴雨,天气最为恶劣。 人工降雨想降就能降? 真相,自然云已经降水或者禁于降水是前提。 澳大利亚大火在燃烧了足足210天之后终于熄灭了,有人就要问了,为什么不直接采用人工降雨的方式灭火呢? 别天真了,人工降雨不是想降就能降的,人工降雨称之为人工增雨。 一般在自然云已经降水或者禁于降水的条件下,人工降雨的方法才能发挥作用。 简而言之,人工降雨并非凭空造雨,而是需要一定自然条件的。 人工降雪含点化银对人体有害? 真相,单位面积含量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。 网上有传言说,使用点化银催化剂带来的雨雪含有重金属,于是有人呼吁孩子们不要吃雪,玩耍后还要及时洗手。 那么,点化银真的有毒吗? 一般而言,一发炮弹只有10克催化剂,点化银分散在很大区域里,单位面积重金属含量微乎其微。 断层云能预测地震? 真相,云天出现明显分界线是受天气系统影响。 生活中常常听闻有地震云一说,很多人认为那些看到很奇怪的云可以预测地震。 事实上,地震云根本不存在。 网上发布的一些断层云的图片,其实大多数是高积云,也就是普通的云。 之所以出现天空的云层被其刷刷地切去一半,云和蓝天静位分明的情况,其实是不同天气系统影响造成的。 闪电不会击中同一个地方两次? 真相,个子越高,受雷击概率就越大。 云飘忽不定,相比之下,雷就显得安分多了,因为它会光顾一个地方,而且不止一次。 如果你还在相信闪电不会击中同一个地方两次,那么碧雷真会告诉你,这不是真的。 广州的小蛮腰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,它一年招致一百多次雷击,方圆一公里之内的雷电,几乎全都被它吸过去了。